大家早晨,今天是5月份期貨期權的到期日,剛剛遇到全國人大審議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決定的日子。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香港不再高度自治,所以不應該繼續享有貿易上的特殊待遇, 這明顯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 但是我認為美國都是政治的東西,都是講利益的,一定會考慮自己的自身利益, 所以未必會有特別強烈的應對措施。 另一方面,我們要看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最後版本, 會不會有少許東西放寬了呢?令到投資者,我不是說香港市民, 令到外國投資者放心一點點呢? 這個有可能是造成一個利好消息的。 至於,上述兩個利益因素,我覺得市場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, 但都應該是有些準備了,大戶的部署上也都準備了。 這樣,如果是真的市場受到影響,急跌一下, 反而有機會是另一個新星浪的序幕來的。 在昨天香港時間4點半收市時, 期貨,指數期貨的未平倉合約,是這樣的情況。 你看到昨天的市場是一開市,低開, 然後大部份的時間都是低位橫行。 我判斷是屬於一個橫行偏淡的市場。 恆生指數期貨5月份和6月份合計的最新定數變動, 是增加了3.5%, 總數亦是3.5%, 至於國企指數期貨,總數是增加1.9%, 而這個正數是減了0.06%, 就等於沒有什麼變動。 怎樣去分析呢? 在總數,市場橫行是增加的, 即是說昨天很淡的散戶, 兩方面都是繼續開新倉的, 即是在6月份, 對後市是沒有啟視的。 大戶的情況亦都同樣, 我講的是恆生指數期貨, 都是沒有啟視的。 大市資金流向方面, 現貨主板市場裏面, 大戶主動買股比率是51.49%, 一個沒有啟視的水平。 值得留意的, 有兩方面, 三方面應該說, 見到昨天的成交, 在一個偏遠市之中, 是略為增加了。 還有賣空金額佔全日, 大市總成交金額的比率, 顯著上升了。 你看看過去的三天, 雖然都是錄得性主動買入, 資金性主動買入, 而在前日, 只有7億多, 比前日的接近11億多, 明顯減少, 昨天還萎縮到, 萎縮到多少呢? 下場表, 萎縮到兩億多, 即是說, 大戶賣家, 沒有什麼意欲, 很急於進攻的。 BBI方面, 口袋指標, 超短期, 普遍都叫做好的, 除了國子期, 過低於50, 短期, 中期, 長期, 都還是挺差的。 昨天, 五十二週創新高的證券, 總共有十九隻, 而成交金額最多, 達到三億七千八百幾萬, 是六六九, 創科實業, 近期都經常在我那個, 證券排行檔上排前位, 看看日線圖, 創科實業, 在三月二十三號, 見過四十一五號以後, 一路就反覆上升, 去到昨天最高位去到七十七毫半, 但留意昨天出現了一支陰燭, 實心是陰燭, 雖然價位收市還是升, 實心是陰燭, 至於日線圖上的五大技術分析指標, 我們看到這個STC, 是開始接近嚴重超賣, 大家就要小心點, 我們看周線圖, 周線圖的升勢很明顯畫出來, 一路上升上去, 這個前升量高位在二月中的七十四號, 在波浪理論上是一個好環境, 後市有機會反覆上市, 這個跌幅是1.236倍, 或者1.382倍, 到時我們再計算, 而技術分析指標方面, 全部都向好的, 結論是說, 日線圖, 有一支陰燭, 我們要小心有機會略為回徒, 但是之後中期的後市, 依然是看好的, 在我的1.234.5個, 聖券排行榜上面, 你看到這隻669, 由於這樣的, 現在我建議, 超長線是持10隻, 長線是持8隻, 中線是持5隻, 而短線、超短線, 炒賣的, 只有1隻, 即是說, 超短線、短線就不到的份, 雖然它都放在前面, 669, 669, OK, 但是中線, 5隻, 有的份, 長線, 8隻, 都有的, 超長線, 10隻, 都有的, 即是說, 你是中線、長線、超長線的持貨者, 可以繼續持貨, 接著, 我們最後看看, 現在最新的, 美子期貨, 是3043.75, 升了27.37, 依此計算, 恒生指數的開市位, 如果要合理的, 就應該升249點, 但今早上市場這麼亂, 美國, 美股就顯著升, 而ADR的股票普遍就下跌, 美子期貨也下跌, 我們就要保守一點點, 最大的機會就是, 低開了之後, 然後就衝上來, 追回近高的合理水平, 這就是我的預測, 好, 多謝各位收看, 今天沒停滅你的反應, 跟我同時就要放下來了, 再 sponge煮一下,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, 要放下來了, 而能夾這一點, 更新鮮時間配合同時, 然後再放下來了, 然後再放下來了, 我們好痛快, 就不知道復習到重新鮮地瘥的線路,